在停車場埋伏逮人果然槓上開花 警方發現黃姓槍手蹤跡 兩名鞭衣刑警等待實際成熟 將他壓制在地 先進行搜身 看看嫌犯有沒有藏危險物品 除了小弟落網 通車的大哥張姓男子 也被警方逮個正著 只能乖乖束手就行 早上警方有來 有一個年輕人 警方人員有來了 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跟著他在這裡做訪問 重回停車場 警方這個地點被警方鎖定 其實是因為專案小組 掌握到了黃姓犯嫌的人脈 認為他會在樹林投靠一名友人 於是就在這裡埋伏 果然一舉成情 警方在十二小時內 逮捕開槍槍手 就是靠著這個車牌辨識系統 冤軍只要在電腦輸入車牌 系統就會自動辨識 並追蹤所有行車路線 掌握嫌犯行蹤 只要一發現目標系統 就會自動回報 那現在就是因為有這套 就是監視器的車牌辨識系統 那我們只要在系統上面輸入 我們鎖定的車輛的車牌號碼 那接著那系統就會幫我們辨識出 他這個車子的行車軌跡 除了用科技辦案 警方還掌握槍手背景 根據瞭解證明 張信嫌犯是三峽在地人 因為到處借錢 以及修車欠下十萬債務 引發金錢糾紛 而他的小弟黃姓男子 為了替大哥出氣 因此對空鳴槍 兩人都有毒品前科 並且在樹林還有共同朋友 警方靠著科學辦案 以及精準掌握人脈網路 讓兩名逃亡嫌犯 短短十二小時之內 只有狼狽落網 接著我們說明方李方慈採用報導 OKOK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靜好新聞